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饮料店的招聘骑士 然后它的全时间的话是 up to 新币 其实价格很好来给到 其实跟马来西亚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新加坡吃东西会比较甜 请问你一天工作的时长是多少 现在的话其实都是在于 新加坡做工真的会很累 它的成本也是很高 如果你说要在新加坡退休 我想都不敢想 根据研究显示 新加坡是事业上最累的国家之一 新币真的那么好赚吗 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富裕都只是假象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经济上的差异 如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也缩造了两国人民不同的生活以及命运 而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悬殊 导致每一年会有数以万计的马来西亚人 涌向新加坡这一片 看是精辟辉煌的土地 来寻求一个更好的生存以及发展 听说在新加坡 洗碗工都会拥有3000新币的月薪哦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今天就去确认看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尼传媒 我是Chloe 郭惠恩 看是三倍工资很好赚的背后 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及牺牲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外国人 在新加坡打工的真正生活情况 如果你们订阅我的话 赶紧花三秒钟的时间 按下一个按钮以及小铃铛哦 一二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饮料店的招聘骑士 然后它的full time的话是up to 3000新币 如果是part time的话 它是一个小时13块新币 其实价格很好来给到 我的云吞店是4块新币 然后一碗云吞汤是4块半 这个海底液的话 这三千 2块半 其实跟马来西亚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新加坡吃东西会比较甜 可以大家对比一下猪肉价格就会很清楚了 这个是马来西亚猪肉耶 我的名字是紫阳 我的名字是紫阳 嗨 我是Laren 我是伟华 我来自中国 请问你在新加坡工作多少年了 7年多了 好久哦 之前我没有在马来西亚工作过 但是我的实习是在马来西亚实习 在柔佛 我很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13 14岁 我有在马来西亚做过一段时间 差不多到18岁 18岁过后我就来新加坡了 所以我在新加坡大概待了20多年 那请问你觉得来新加坡工作以后 你的工作体验文化冲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主要是在新加坡感觉上所有东西都比较快 节奏也非常快 就算他们出路也特别快 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适应 但是慢慢跟比较多同事接触啊 过后就OK了 就蛮适应现在的节奏 讲话方面都是不习惯 因为有很多讲英文啊 不会听不懂 出去吃饭那些也是不习惯 他们这面都是比较甜啊 和中国的不一样 一般时候是自己煮啦 偶尔出去买都是那些炸菜饭 还和中国差不多 新加坡给我的感觉是 比较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没有这样注重安全 因为新加坡可能就是因为它地方小 它的竞争也大 所以还要冲进国际市场的话 所以它的安全需要做到很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在新加坡来讲相对的 它的安全会很好 而且它的那个standard会很高 新加坡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累的国家之一 请问你一天工作的时长是多少 现在的话其实都是在于8到9个小时 OT的情况现在会比较少 一天8个小时20分钟 这么准确吗 20分钟 因为它是政府的公司 它是一分一毫都不会多扣的那种 加班很少啦 那也太好了吧 就是如果想要再多赚一点的话 它就必须是加班才可以 对 如果有加班的话就会很好了 应该算不错的公司了 那你觉得以你现在的工资 跟你付出的劳动成本来比较的话 你觉得是成正比的吗 是啊 非常满意它的工资它看起来 我觉得可以啦 因为在中国挣的很少嘛 中国一个月才三千四千 也就是很多了 其实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劳力 而是学习了多少的知识 你用你的知识来换钱 这个才正确的 因为如果你用劳力来换取收入的话 你的体力到了一个限制 你就会没有体力了 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不崇拜那种OT来赚钱的生活 所以我就不断的去提升我的知识 唯有这样你才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跟比较高的收入 当然新加坡做工真的会很累 新加坡只是给我一个赚钱 生活养家的地方 如果你说要在新加坡退休 我想都不敢想 想请问就是你目前的工资来说的话 在新加坡生活成本是足够的吗 还是还有剩 其实是足够的 基本上因为这里的话 其实食物方面不会说很贵 然后交通费上的话 因为都是做MRT啊 做巴士 所以其实也不会花很多钱 所以最主要的话 还是这里的租金会比较贵一些 新加坡其实生活水准 它的成本也是很高 不过如果你是讲够用的话 我是觉得不会讲不够用 也不会讲很够用 就是刚刚好中等的水平 如果你是讲高 看你怎样去生活 请问是否方便就是分享一下 你在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有多高 比如租金啊 吃饭啊还有交通费啊 都花多少钱 租金一个月四百多 吃饭一个月两百多吧 如果买化妆品或衣服的话 就花较大一点 如果没有这些消费的话 会好一点 交通一个月啊 一百差不多够了 都是大MRT MRT啊 巴士啊 轻轨那些 我的话是 算是比较便宜啦 大概是在六百左右 就是和人家share一个房间 我现在是住在乌兰那里 是马拉斯克的其实 我的比较便宜四百五 因为只是回去睡觉 所以I don't mind 比较远啦有 对 我住在Drone West 交通费大概每个月花多少 差不多两三百 因为我自己有bike 所以我的交通费多数在打油跟ELB 那想问一下就是 你有没有计算过就是一天下来 包括交通啊吃饭啊 costing是多少 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块左右吧 像在新加坡啊一天三餐你大概会去用 要多少钱啊 我的会比较贵 差不多十块到二十块 因为新币越来越强势了嘛 想请问一下就是 你在得到你的薪水之后啊 你是会不会做了什么样的投资 或者如何进行一个储蓄 我的工资一到账的话 我都会先把我需要用到的钱 还是需要还的贷款啊 需要给的钱我都会先转去马币 然后剩下的我会存起来 然后可能有一部分的钱是拿去还保险 通常我转钱的话都是 会用panda remake 转钱 因为汇率比较好嘛 它也很快可以到账 之前有试过转钱去touch and go e-wallet 我转了go 他们就让我知道是说 我中了一个奖 然后有一个touch and go的NFC卡 其实也是蛮surprise的 我换汇都是用熟猫 它有活动嘛 两千年手续费的时候我就会转一些 汇率相对来讲比 POSB那些还高一些 panda转账到账很快的 我经常用差不多快四年了 现在的话都是存新币比较多 也有买一些保险啊 就是那种住院的保险啊 因为这边的话医药费比较贵嘛 所以如果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 也是有一个保障嘛 有几个方面啊 第一如果是讲存钱的话 我会开多一个户口 我开的那个户口是没有实体 ATM的 就是digital bank 我会把钱存在那里 第二我有自己开一间公司 在新加坡 我跟我的partner 我是算是share hold 赚多少呢 就是靠拼自己的实力 然后才去投资 of course 如果你要很有钱的话 存钱不是一个方法 话说回来 各位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朋友们 专属福利来啦 给大家介绍 Handa Remake 的汇款服务 资金安全有保障 让你无需担心账户被冻结的风险 使用SyncPass来注册 30秒即可开户 还可以清楚了解到 款项的流向以及状态 最快只需要2分钟即可完成到账 此外呢 作为新用户 你即将享有最优惠的汇率 并且呢 手笔汇款 还可以免去手续费 从此无需怀对 只需线上轻松完成汇款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点击我资讯栏的链接 赶快注册使用Panda Remake吧 如果有一个advice 给想要来马来西亚工作的朋友的话 你 马来西亚? 诶 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有什么advice? 新加坡工作的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提升你自己 你会觉得你好像很conferent 在那个area 不过你已经在慢慢退步了 因为跟着时代的进步 所以如果要来新加坡的话 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比如生活啊 还是你的knowledge 全部都要 总结来说 在这个充满挑战局机遇的新加坡 不少的马来西亚人跟中国人 会来到这里奋斗 我发现啊 虽然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全球排行第六高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成本的差异 以及工作时长算在里面的话呢 这其实啊 新加坡人平均的每小时赚取的收入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很多打工人啊 是需要靠OD来多赚一点的 好啦 希望我们漂流四方的马来西亚家人们 能够在异国他乡好好的生活 也请好外的朋友 帮忙善待我们的家人朋友 你是否也有在新加坡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呢 欢迎在底下留下你的想法 跟大家一起讨论吧 希望在这条路上大家都能够光芒四色 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钓按钮 以及小铃铛和我的IG 我们下期再见 掰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钓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红不利频道 一起让你从松佛中学习 掰掰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